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总统事务局副局长到叶丽钦将国家大权交到手中 这个男人的前40年可谓是刀尖舔血越挫越勇 年仅48岁就成为世界政坛响当当的头部人物 只要他咳嗽一声世界恐怕都要抖三抖 当初那个迷恋毛雨顿的毛头小子 如今已意间承担起了处于百年以来最困难时期的俄罗斯的未来 他就是俄罗斯印汉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 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 生普京的那一年他的母亲已经41岁 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 他前面两个哥哥都先后夭折 以至于他从小就备受呵护 父母对他最大的期许就是平安长大 可惜这个毛头小子打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他只跟着自己的心野蛮生长 十岁恋柔道不满18岁就顶着家里人和教练的压力 毅然决定报考大学 这也是属于普京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1970年普京如运来到大学 结识了自己一辈子的恩师及导师 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 也是俄罗斯联邦宪法起草人之一 记住这个人 他将是普京半辈子的希望之光 1974年正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的普京 突然接到学校通知 有个中年人在教室等他 那时的普京只有23岁 还是一枚青色的学生 听说陌生人要见他 难免有点忐忑不安 他按照学校通知走到教室 准备问中年人有何贵干 那人却说 我想和你谈一谈工作分配的事 但现在还不想说是什么工作 换个地方再聊吧 普京无奈 但听说和工作有关 便听从中年人的安排 到约好的餐厅见面 这次他等了足足半小时 还不见中年人来 心想此人不守信用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 回学校吧 就在普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中年人突然现身 拉着他再次坐下 开门见身地说 如果需要到克格勃工作 你有什么想法 普京此时才明白 两次放鸽子 原来是在试探我啊 果然是特工作风 不过我喜欢 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告诉中年人 我愿意去克格勃工作 那人给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告诉他等消息吧 1975年 普京完成学业 和其他两名同学一起 被送到401保密学校 参加克格勃的入职培训 克格勃在苏联 进了200多所间谍学校 苏联人民完全不知道 学校的存在 地图上也没有标明位置 可以说是非常一世独立了 普京在401保密学校的课程 和特工电影里演的差不多 他要学习697课时的 数学 化学 政治常识 外国文学课程 以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千万别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掉链子 军事课程有392课时 主要学习外国军队编制 武器装备 外国领导人的详细资料 此外 还有1824课时的特别课程 普京要学习地理学 摄影技术 无线电技术 特殊联络方式 比如用隐形墨水 传递情报之类的 甚至包括间谍街头的暗号 很多年之后 已经是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依然可以表演弹钢琴 开飞机 打猎 标野雄 这些技能都是年轻时的基本功啊 进入克格勃的前十年 普京并没有被派驻西方国家 他被分配到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机构里 普京这十年的克格勃生涯非常神秘 几乎没有人知道 他这十年干了什么 只有一次 年轻的普京 对一位朋友神秘地说过一句 我是一个交际专家 我们不得而知 这是什么意思 经过十年历练 他应该已经清楚地 了解克格勃的每一根神经 受到重用 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1985年 33岁的普京 从克格勃直属的 莫斯科安德罗伯夫 红旗学院受训后 被派驻到东德德列斯顿 从事情报工作 公开身份是 莱比西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这个时候的普京 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 他希望像 剑与顿中的别洛夫一样 牺牲自己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胜利 克格勃剑与顿的徽章 已经融住在新 在德列斯顿 根据苏联与东德的 情报共享协议 他以苏联克格勃的身份 加入东德最著名的情报机构 成为史塔西的一名秘密警察 当时 东德是东西两大阵营 对峙的最前沿 也是情报战争的焦灼之地 1987年5月的一天下午 普京在苏德 有一只家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了 正在看报纸的普京 没有着急接 电话铃又响了两声 随后沉寂下来 普京知道 是自己在史塔西的街头人 有紧急情况 要见自己 他需要在60分钟内 赶到街头地点 普京跟这位街头人 并不经常如此紧急联系 通常 他只需要在约定的那天晚上 到一北河边散散步 然后 等因为慢跑的男人过去之后 到约定的那个垃圾桶旁 把慢跑男人丢掉的香烟盒 捡起来就行 普京设计的街头程序 相当严格 从未出现过问题 以上 只是普京在德列斯顿特工的 生活日常 他在这里的荣光 是参与并亲自实施了 著名的光束行动 这次行动的对象 不是自己的对手 而是自己的盟友 东德首脑 昂纳克 因为莫斯科怀疑昂纳克 有疏远苏联 亲近西方的嫌疑 于是 命令普京 把窃听器 安装到山浦哥剧院 昂纳克 邀请英美二战飞行员 参加开馆仪式的地方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德列斯顿 东德史塔西的秘密警察 及线人 遍布每个角落 普京虽然名义上 也是史塔西特工 但东德人 历来有监视 监听自己人的传统 况且 普京还是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 但老练的普京 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山浦哥剧院 开馆仪式上 昂纳克演讲时 克里姆林公 听得一清二楚 东德领导人 昂纳克 公开抵制 莫斯科的消息 让普京感到担心 尤其是 柏林墙倒塌后 普京青年目睹了 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终结 普京的心理并不好受 随后 发生一件 让他深感不安的事 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 愤怒的东德民众 涌向他所在的办公楼外 准备发起攻击 普京打电话 向德列斯顿的 苏联驻军司令求救 但得到的回复是 没有莫斯科的批准 他们爱莫能助 但莫斯科始终沉默 那一刻 普京感到心灰意冷 同时也意识到 自己的国家病了 是一种叫做 权力瘫痪的绝症 我们就这样被抛弃了 一走了之 昔日强大无比的祖国 如此贪婉无力 只让他感到耻辱 国家的耻辱 他困惑 无助 这与他从小建立 并不断强化的信仰 格格不如 1990年1月 普京回到列宁格勒 厌倦了别洛夫氏的 间谍生活 也无处安放自己的困惑 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外事部 找到一份工作 担任是一场 前经济学家 安纳托里·索布恰克的助手 同时 保留着克格勃的编制 1991年 列宁格勒被重新叫回 圣彼得堡 索布恰克当选市长 普京成为 圣彼得堡外事部门负责人 在导师的引领下 普京一头撞进了 自己不熟悉的 西方贸易和奇妙的金融世界 不断接触到 关于国家和经济发展的 不同看法 当时 他意识到 天翻地覆 或许并不遥远 1991年底 靴子终于落地 那一刻 成为普京的分水岭 我参加克格勃时信奉的 一切理想和目标 轰然坍塌 圣彼得堡副市长的经历 如白水般平淡 除了一次进口食品的丑闻 有议员想要以腐败罪名 将普京免职 1996年 索布恰克败选市长竞选 普京再次成为闲人 但普京不会闲下来 靠着关系和运气 他来到莫斯科 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 并且一路高升 1997年3月 普京成为叶利钦办公室副主任 开始接触到核心权力阶层 1998年7月 他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 少年时的理想 又开始在心里翻腾 1999年3月 普京兼任联邦安全会议主席 普京的步步高升并非偶然 他的背后 是成为家族小圈子的一群人 他们是总统最亲信的人 包括叶利钦的女儿塔吉扬娜 和女婿瓦伦丁尤玛舍夫 前总统办公室主任 现任总统办公室主任 亚历山大沃洛申 以及商业寡头鲍里斯 别列佐夫斯基等 小圈子影响力极大 莫斯科几乎是他们的天下 普京的果敢精明 在小圈子里深得赏识 他被认为是难得的可用之人 1999年 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年 普京被动或主动地 处理了一系列 对他的思维方式影响巨大的事件 8月7日 一直成死灰状态的车程 再次战火复燃 巴萨叶夫在车程边境 发动对达基斯坦的进攻 网图在北高加索地区 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俄罗斯 也点燃了普京心中的怒火 这股怒火来自心底多年隐忍的屈辱 来自精神信仰崩溃后的宣泄 此后多年 他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的强硬 均来自这股怒火 打击恐怖主义 成了普京最热衷的目标之一 8月8日 普京终于被推到权力的最前沿 叶利钦任命他担任总理 权力处置车程问题 没有人知道 这个横空冒出来的男人到底是谁 但仅仅几个月后 全世界没有人不认识他 9月 莫斯科 布琼诺夫斯克和福尔加顿斯克 两周之内连续发生四起爆炸事件 近300人死亡 这件事被认为是巴萨耶夫干的 而普京正需要这样一个机会出兵车程 一方面遏制激进伊斯兰分子 对俄罗斯的威胁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 普京心中那股怒火 去使他想要一雪第一次车程战争中 败北的耻辱 1991年以后 分裂就是普京心中的痛 他痛恨分裂 所以当车程伊斯兰激进分子 网图在高加索 建立一个不受控制的国家时 普京暴怒了 9月24日 有人问起第二次车程战争的残酷 普京说 无论恐怖分子在哪 我们都要穷追到底 他们在机场 就在机场干掉他们 如果在厕所 就在厕所消灭他们 这场战争 让普京一战成名 9月底 距离国家杜马大选 还剩三个月时 在小圈子的支持下 一个叫做统一俄罗斯党的 新政党诞生了 这个政党的存在 只为普京竞选总统扫清障碍 普京是他们选中的 那个接班叶利钦的人 12月19日 统一俄罗斯党赢得大选 普京只等着权 递交到自己手中 面对前路的未知 他用平静隐藏恐 12月31日 由于过度殉酒 而脸色苍白的叶利钦总统 宣读了自己的辞职决定 他告诉全世界 俄罗斯进入新前年时 应该换上新的政治家 新的面孔 和精力充沛 精明强干的新人 几个小时之后 俄罗斯的电视上 播放着普京 作为总统的第一次新年讲话 当然 电视讲话是提前录好的 因为此时的普京 正在恶劣天气中 乘驾一架军用直升机 试图越过叛乱车城边境 无论看台下的俄罗斯民众怎么想 但对于普京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 彻底地站上了俄罗斯的权力顶端 从叶利钦手中 接过核武器钥匙 这一年 普京48岁 谁也不会想到 1952年 在巴斯克夫胡同里面的一个 小小大早院出生的小孩 会有一天 成为引导俄罗斯 步入新世纪的时代掌舵人 当普京站在 克里姆林宫窗前的时候 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人 早已不在 老祖父斯皮里东 父亲大普京 母亲玛利亚 教练拉赫林 导师索布恰克 此刻的他 或许会有些孤独 但新一轮的腥风血雨 已经在向他招手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